今天呢和大家谈一谈 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概念修正 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为欲望所求所害 人人都觉得我需要更多 所以人人都不能永远别人 每一个人都害怕这个灾难 那个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 所以这些都是概念性的问题 怎么样修心来纠正这些 就是靠着自己的心 因为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的过失过去和过错 所以让我们在人间的行为变得 只为自己不为别人 我们的欲望会很差 我们的道德会沦丧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切 已经慢慢的不知所措了 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概念纠正过来 那么就要用佛的概念来让自己心改变 我们说做一天佛 你就是和佛和道 也就是说你今天像菩萨一样活一天 你就和菩萨合在一起了 来让告诉大家 我们学佛当中 怎么样让自己的概念能够转变 最主要的还是意识的转变 而且对人间的一些看法 要把它转变过来 我们经常说 人间的一切 你好像一定要求到 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感觉上的求到 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需要这个需要那个 我们求到了多少 有一些我们都求到的东西 现在想一想还有吗 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所求的东西能带走吗 所以所有求基础虚妄啊 所以菩萨早就告诉我们 人间的一切所求基础虚妄 它本身就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 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求了这个求了那个 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的 因为随着年龄的改变 我们概念里 意念里都开始出现变化 就像我们小时候 天天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我们要照顾你们一辈子 我们永远不会离开爸爸妈妈 现在很多孩子爸爸妈妈还活着 他已经要离开了 这就是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相应 来转变自己的概念 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来和菩萨相应 你就能改变自己的概念 想一想 菩萨给了我们什么 菩萨给了我们自己拥有 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智慧 菩萨让我们明白 人活在世界上 一切如梦幻泡影 一切因如是观 所有的一切都是 你的心在造作 所以我们在人间所做的一切 今天有明天没有 昨天我们还在痛苦 今天我们已经不痛苦了 我们今天不痛苦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几个月之后会不痛苦 所以真正学佛 懂得这一切 人间都是假的 是空的 就像一个气泡一样 什么明啊 利啊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过去有过明 我们有过利 我们现在把过去的名利再拿出来看一看 在哪里呢 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做什么少先队大队长 现在你还有这个大队长吗 所以一切都不要去把它记在心中 一切基硕虚妄都是空的 要看破 要看穿 要懂得 我们到人间来就是来还债 我们到人间来很难去除烦恼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人间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需要懂得和理解的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是用我们本性当中的慈悲和善良来让自己命运无漏 实际上就叫宿命无漏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样把人间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比较圆满 大家都知道在宿命通当中讲的就是你能预知过去和未来 那么我们想一想 明明知道自己思想永远不会集中 那就说明我们的心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们怎么样能够预知过去和未来呢 所以当我们预知过去和未来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真的就是修成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让你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究竟的事情 没有圆满的事情 那么学佛人就可以达到究竟圆满 这个究竟圆满也不是说在人间能够达到的 而是你身体虽然在人间 但是你的境界已经超出了人间的一切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自己要懂得 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很多的高僧大德 他们到人间来都是来救人 都是让我们来改变这些观念 就犹如医生中医西医外科内科 每一个科都是希望帮助大家 所以我们要多听别人的 如果你自己心中已经长存的偏见 你就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 所以当你不肯接受别人意见的时候 你一定听不见好的意见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在人间要用智慧来转变自己对人间的看法和概念 人必须要懂得人必须要懂得这些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活 我们要懂得到了人间我们又要到哪里去 所以要好好地修行 修行要向内修 就是调整自己的发心 调整自己的对人间看法和概念 懂得这个世界没有长久的永久的东西 只有好好地放下解脱 才会真正地让你接触到佛的本根本源